由赵薇导演的《至我们终将视剧的青春》上映8天后票房突破3.5亿引起热议 5月3日该影片主创人员与媒体对话 一一回应了关于电影细节档期冲突等多方面的质疑 针对赵薇向电影局哭诉要求后撤钢铁侠三档期的传闻 当事人赵薇予以否认 我很生气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 我让钢铁侠三档期后撤一个月 而对于观众质疑 影片中几位主人公遭遇退学 车祸失恋等人生变故 以至于《至青春》过于戏剧化的问题 赵薇则回应称 青春本就是应该激情饱满 无所畏惧的 现在的内容很符合主题 此外赵薇还表示 拍摄电影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想过票房 只是想拍一部可以打动所有创作人的电影 不过尽管目前《至青春》有如此不俗的票房成绩 但赵薇强调 接下来并没有想成胜追击继续当导演 而是想要当演员 出演观景棚导演的放浪记 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他是复仇中那个卖得了萌 耍得了心机 及聪明机智和帅气余生的Nolan 他是从名模到明星的Gabriel们 Gabriel优酷独家粉丝会 不见不散